一列动荡后,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经济复苏,石油产量续续增加,成为世界石油产量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。 而在非洲,石油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样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。 截至2001年,非洲的石油产量为世界总产量的10.3%,其中70%以上出口,被称为第二个海湾地区。 对于谋求石油进口多元化的石油消费国家来说,非洲俨然已成为一个理想的产油区。 地下的石油需要经过勘探、开采、运输、加工等许多环节。 很多石油战争都是围绕着开采端进行的。 而实际上,运输环节是同样的重要,否则石油是没有办法变成财富的。 冷战过后,围绕着运输环节的石油战争越来越多。 1992年8月,美国各电视台突然连续几天滚动播出索马里灾民的镜头。 通常这样的报道就预示着美国军队将会有某种行动。 不久,石油商人出身的美国布什总统已向索马里灾民发放食品的名义,派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到混乱的索马里。 由于它处在这个红海出口的这个交通线上石油通道,另外它本身呢也发现了有石油的蕴藏还不少。 所以呢,美国就介入了这个地区的冲突,武装冲突。 1992年12月,在美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,联合国发起名为恢复希望行动的维持和平行动, 决定由美国将军率领一支20多个国家组成的3.7万维和部队,到达索马里。 然而,出乎美国人意料的是,索马里各派突然放下争执,调转枪口,开始袭击维和部队。 当时美国军队呢,通过这个判断的认为索马里联合大会的头目,也就是埃迪德这个武装呢,是这个最主要的这15派别的这个头目。 所以说呢,他们认为秦贼先秦亡,于是就开始对付这个埃迪德武装。 为此,美军派出了精锐的游骑兵和三角洲特种部队。 三角洲特种部队是美国专门为反恐作战打造的一支利剑,需要国防部长夏令才能动用,以精良的武器和魔鬼训练组成。 以三角洲特种部队为背景的三维。